大家好 我是树根朽木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42 1942年冬恰逢抗日期间的河南因为旱灾发生了吃的问题 河南沿津西老庄村在村民都饿的吃不上饭的时候 家境殷实的东家却还在关心着自己的牲口 仓库里的粮食 堆满粮食的仓库里 邵东家却在趁着花枝前来借粮的机会 威逼利诱 试图在自己妻子怀孕期间占他便宜 而就在他即将得逞的时候 一群流寇却带着武器包围了他们家讨要粮食 面对人多势众的流寇 一边派长弓栓柱去搬救兵 一边打开家门宴请对方 邵东家不想让粮食都被流寇们吃掉 特意趁着宴会将村里人请来 希望能借助他们赶走流寇 就在这时 请兵失败回来的长弓却说漏了嘴 流寇头目非常愤怒 将怒气都撒在了东家身上 年轻气盛的邵东家开枪打死了流寇头目 并号召村人与他们开战 混乱之中邵东家不幸被打死 催眠难民在这月黑风高之夜 将东家一家抢劫一空 第二天 东家住所经过一夜打祸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前程的基督徒小安 站在废墟中宣扬信主的重要性 将东家家的悲剧归结于其不信主 告诫大家只有信主才能得到解救 此时的河南省政府里 脖子粗的火福老马 正在将一道鲤鱼背面端到桌子上 国民政府官员们正在餐桌上 讨论着国家大事 各级地方官员争先恐后表示 自己的辖区灾情严重 希望新任的河南主席李培基 能够多给自己辖区播放救济粮 镜头一转来到了花枝家里 丈夫正在给懵懂无知的闺女 坐了个核桃风车 随后他带上祖宗牌位 媳妇花枝老娘和两个孩子 踏上了逃荒之路 对饥饿没有概念的东家女儿星星 逃荒还带着自己的爱猫 还嚷着要去抗日前线 要去和同学们一起互相 长空的父母就是死在逃荒路上的 心有余悸的他拒绝去逃荒 东家许诺将自己闺女星星 交给他照顾 他才同意一起逃荒 聚齐家人的东家也踏上了逃荒的路途 干旱土地看不到边际 四处都是干草 长长短短的泥土路上都是脱架带口 出门逃犯的逃荒者 重庆美国大使馆 高官贵妇们正在举行热闹的酒会 优雅的音乐 绅士的西装 甘甜的美酒 一派繁荣盛世的景象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记者白修德 在酒会上找到了行政院秘书长张立生 随后将河南大汉每天都有人饿死的事情汇报给他 希望重庆政府给予赈灾 奈何 张先生认为饿死人的事情主要发生在沦陷区 除了天灾以外主要是人祸 人们向西迁徙也是为了躲避战争 桃荒第九千 离家110里 东家一家与花枝一家在茶路口相遇 为了相互照应 两家决定一起同行 河南的李主席特意拜访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希望对方看在河南饿瓢遍野的份上 减免三千万军粮 不想蒋司令以饿死当兵的会亡国饿死难民 国土仍在围由拒绝 在蒋司令眼中他保的是国土 而不是国土上的人民 桃荒第31天离家220里 花枝拿出家里最后的小米给正在生火的丈夫 提醒他再往田走便没有粮食了 夜里虔诚的基督徒小安 骑着自行车找到了窝在雪地里的花枝丈夫 告诉他主让摩西带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现在主也让他带领大家逃出河南 为了让人们意识到主的可靠性 小安想给断了气却不闭眼的老梁做个弥撒 让对方帮自己拉阵闲子 为此特意给了其一块大饼 悲伤的闲音中小安唱了一遍又一遍 老梁却依旧不闭眼 无奈只能将其埋掉了 因为灾情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给难民断案的战区巡回法庭 县衙里脖子粗的火夫老马因为一时人手短缺也当上了庭长 还配备了两个跟班 此时的他们还在坐着等灾情过后 众人都成为大官的憧憬 火夫照着第一战区巡回法庭庭长的身份 以长弓丝带枪支违反战时管理条例为由 要将其发往抗日前线 最后东家出三生白面救下长弓 只是随身佩戴的枪却被冲攻了 焦头烂额的李主席特意来到重庆求助于常凯申 只是看到其所处理的一件件大事 一下觉得自己河南汉灾的事情似乎不值一提 只能将3000万受灾的资料留给世卫二世主任陈布雷手里 希望其以后有机会可以逞上 记者白修德先生一身狼狈的找到教堂里的中国通梅干神父 希望能从其这里了解到河南汉灾饿死人的真相 非常遗憾的是此时神州大帝所发生的事情 已经让他对这片土地越来越充满了不确定性 最后神父赠送给白修德一头驴 为了寻求真相的白修德 骑着驴子继续向灾区前进 深更半夜里 花枝的丈夫为了救生命的母亲 联络了人来卖女儿 讨价还价过后 却被醒来的花枝发疯的阻挠了 看到这一切的东甲借给了对方一万小米 国民政府司令部蒋顶文将军 正在听手下汇报军情 正要发布对日作战命令的蒋顶文将军 接到了朝凯山的电报 指示他们有序地从厄嫖遍野的河南撤军 有序撤出的军队却夹打在桃框的难民中 日军飞机看到人群中军人较多 毫不犹豫地丢下了很多炸弹 炸弹将难民与士兵斗炸得血肉横飞 一波轰炸过后 存活下来的士兵对难民一同哄抢 东家家的粮食细转马车都被士兵抢走 原本躲在的东家瞬间变成了逃荒的一员 花枝的婆婆也在轰炸中去世 桃框第五十七天离家三百二十九里 小安来到教堂找到了梅干神父 他第一次对信奉主能拯救一切产生了质疑 那一刻他的信仰崩溃了 白修德终于到达了河南灾区 带着无法描述的心情 用手里的相机拍下了衣衫蓝绿的难民们 桃框第六十一天离家三百五十里 没有任何食物来源的众人开始吃树皮 就在这时牵着驴来拍摄的白修德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众人趁机抢了白修德的驴 只是昏乱之中驴却跑丢了 花枝丈夫在找驴的时候 驴正在炖驴肉的士兵发生冲突 被拍死在了锅中 等了三天都没等到丈夫的花枝 痛苦的呼喊这瞎鹿的名字 终于还是带着两个孩子继续上路 常凯申此时郑和夫人在检阅烈士遗孤 看着众多为国捐躯的将士遗孤 其自是少不了感慨了一番 白修德在难民中了解灾情的时候 遇到日籍轰炸 冒死用相机拍下了日军轰炸下的难民惨状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 希望见到国民政府高官 汇报荷兰灾情 奈何求助无门 最后经介绍求助于先总统一双 对方答应致点长海参 但是却不能保证有回音 半夜常公妄图用两块饼干 诱惑星星 星星不从离去 花枝以常公欠他丈夫的命为由 抢去两块饼干 念叨着一抢命 也就换两块饼干了 东家儿媳妇产下义子 起名叫刘成 曾经的宠物此时已经被炖了熬汤 曾经的书籍也被撕了烧火 饥饿彻底将人们击垮 书中的文明在饥饿面前简直不知一提 此时的重庆 长海参命令秘书长张立生将报道河南灾害的大公报休刊反省 并让中央日报给委员长撤军河南甩锅日本的事情做出相关解释 历经周折 白秀德终于见到了长海参 非常沉痛的将河南汉代的事情汇报给他 并将拍摄的照片交给了对方 这不仅让长海参十分愤怒 他知道如果这些照片被公布 自己将会遭到多大的舆论压力 就在这时日军敌机轰炸了重庆 大片废墟的重庆清理出道路 洒水奏乐欢送美国使团 汽车里的长海参下令让山西延西山捐出军粮救灾 并让陈布雷组织全国募捐救灾 生孩子失血过队的东家儿媳妇 在五千没有进食后终于饿死 河南省政机关正在大会上 主席李培基宣布 他们获得了八千万的救济粮 就在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批宝贝的粮食时 突然说到几点说 蒋景文扣押了梁政厅厅长和财政厅厅长 并要求拿三千万的粮食来换 李培基只能命人将三百万斤粮食换成金条 打算给蒋景文送礼 换回扣押的人质 而秘书则偷偷多换了五十万斤粮食 留作将来去重庆要送礼的备用 逃荒到洛阳的两家人 听到广播里的政府救灾 顿时以为有了活的期望 谁知政府只将豫北和豫南化为灾区 而此时身在洛阳的他们并不属于难民 更被当地警察以难民影响市容 扰乱治安为由拒绝他们进入洛阳城内 终于东家娘亲饿死 此时的政府军需官却与商人勾结 打着不昧良心的旗号 想着怎么将粮食更好的中饱私囊 难民堆里战区寻回法庭厅长老马 正在与他人一起以五生小米的价格购买年轻女子 受不了饥饿的星星和花枝都主动去卖身 断文十字的星星被选中 星星被卖去妓院 第一个伺候的却是政府的军需官 花枝主动给长工做了媳妇 趁着城内过年的鞭炮败了天地 便算是正式结成了夫妻 隔日花枝主动将自己卖了四生小米 将粮食留给了两个孩子 并嘱咐长工好好照顾孩子 临走前花枝将自己胡伦的棉裤换给了长工 常凯申视察西安军务时探访了实业家张仿 其母亲是河南人关心河南灾情 委员长表示已经在向灾区运粮 并将奈民运往陕西 常凯申为给玉北会战筹借军粮 向学长张仿借粮 张仿康海表示捐出一半家产支援战役 为了安抚对方 常凯申立马表示已经责逞典 典察院赴灾区调查 三个贪官很快落马被抓捕刑场 执行死刑时却只有少数难民为官 对重庆政府失去信心的东家带着孙子 和常公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赶往陕西 岳县长带着商人向李培基主席推销祖船 吃一颗就能顶七天不饿的旧荒班 李培基却讽刺到说既然是祖船 如果有效的话从秦朝就不会有饿死的难民了 半夜十分龙海火车站 东家和常公带着孩子 趁乱跟着难民去攀爬赶往陕西的火车 常公为了给铃铛捡核桃风车 爬上火车的时候没能和东家待在一起 困顿中睡去的他早上醒来 发现两个孩子早就被骑掉火车下面去了 为了寻找两个孩子 他依然选择跳下火车 跳下去后才发现用老婆换了的小米落在了火车上 此时桃光已经过去了105天 离家710里 前往陕西的火车上只剩下东家和出生没多久的孙子 桃光这106天离家1012里 载满难民的火车通过同关后 却遇到了军队的阻牢 声称陕西难民已炒百万 为了防止陕西成为灾区 冥香适宜火车开回去 难民像流水一样涌出火车逃命 军队对着人群开枪射击 东家担心孙子流程被子弹射到 将孙子抱在怀里 却没想到因此闷死了他 桃光路上亲人朋友相继饿死 伤心绝望的东家嚎啕大哭 日本战机上看到难民惨壮的日本军官港村宁次 制定了通过难民进攻河南的策略 这年4月日本发动河南战役 日军以6万兵力相继攻克郑州 许昌陆河等28座城市 国民党损失30万余人 洛阳成交 日军士兵在结冰的湖里开心的抓着鱼 旁边厨师生火做着饭菜 曾经县衙的伙福老马 此时也正在帮忙杀鱼 突然一群士兵推丧着一个乞丐模样 却带着军帽的人走了过来 来人正是长弓拴住 他解释说帽子是捡来的 自己并不是军人 鲨鱼的老马发现抓的是长弓 赶忙上前 15度到的解释误会 听明白的日本军人决定让其留下羊马 随后 其又拿起了一个馒头 想要换长弓手中的核桃风车 确定长弓不同意扔掉了馒头 桃荒说的他 终于死在了日本人手上 风景秀热的小桥上 长海参将日军给难民发放粮食的行为 称之为毒辣手段 更是无法理解吃了日本人粮食 替日本人打仗的难民 随后更是向河南主席李培基 询问河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对方达到实际饿死300万人 长海参走去教堂流泪忏悔 下属带来消息称 讨论战后格局的四国元首会议 斯大林和邱吉尔都不同意中国参加 一心求死的东家 一直逃荒人流往家的方向走 只想死去时可以离家近一些 途中遇到一个失去亲人 正在哭泣的小女孩 东家感激可怜 收妻做了自己的小孙女 带着她一起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小女孩最后活了下来 16年后 儿子刘宝在洛阳找到了花枝 女儿铃铛却下落不明 20年后 有人在宝鸡见到星星 星星给家里烧了钱 却不愿再回老家盐金 班修德呼到美国后 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失业 1964年 霍普利策新闻奖 1968年 在纽约去世 上个世纪抗日时期的中国 实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 曾经偶然看到过一句话 三百六十日核日不果止 纵横一万里 何处无果难 我想绝大多数观看这个视频的人 都幸运的出生在灾难过后 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体会过饥饿 但可能从未体会过饥荒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两者所代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生于旧时代的人们 与你我今日所接受到的教育 是非观念都是有区别的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电影中部分人的所作所为 如今看来是多么的难以让人接受 不过 在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 如果面对同样的境况 与同样的身份地位 我们真的一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吗 个人很喜欢电影中 星星第一晚与军需观相处的片段 挨饿数月的他 第一次吃了一顿饱饭 却因此没办法下蹲 为对方洗脚 这个原本代表着 接受西方教育的浪漫女孩 却因此急得哭了起来 她的眼泪不为自己受缺而流 只是因为一时的着急 让人不禁感受到了 在残酷的饥荒面前 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振云 留给我们的那一丝丝黑色幽默 我是鼠根朽木 感谢你们的鞭策与鼓励 希望下次再会